Dialux 软件 下面我们就开始进入Dialux这个软件 进行体育场照的计算 接触过Dialux这个软件的朋友 可能有一定的了解 4.13以下的版本 里面有专门的体育场 可以添加体育场的模型 或者体育馆 篮球 排球 手球 这各种比赛场地的模型 但是在EVO这个软件之后呢 取消了这个功能 相对来说 在计算的时候就比较麻烦一些 所以在这儿 我还是用4.13这个版本来给大家演示 如何操作 我们首先打开这个软件 打开软件之后呢 是一个欢迎界面 我们这一次讲解的体育场 属于一个户外的设计案 所以我们来选择新的户外设计案 进来之后 我们来导入CED的文件 无法读取 哦 有一个小小的疏忽 为什么无法读取呢 是因为我们CED保存的版本太高了 我这保存的是CED2013的这个格式 我们CED做完图以后 需要把它降版本 降到2000 甚至有的时候需要降到24的版本 这样导入的时候会比较方便 在这儿需要设置一下文件当中的单位 在CED当中文件的单位是毫米 所以我们在这儿也选对应的毫米 面积中心 我们可以将面积中心一键设置为 原点 在这儿我们就用默认的位置就可以 好 我们的图纸已经导入进来了 我们在三维的这个视角看一下 还是只有一个户外的一个场景 看不到任何东西 那么我们就在这块空地上开始 介绍我们的体育馆 介绍我们的体育场 首先呢 我们把这个地面组件 把它连到我们需要的位置 确认 确认 地面组件 设置完成 在这儿我们还看不出什么变化 那么下一步我们就需要添加体育场 在对象当中 有一个很方便的功能 体育场 在这儿我们可以添加不同的场地 因为在这个案例当中 我们只计算体育场的照度 所以我们直接把这个足球场 拖过来 拖过来之后大家发现 这个足球场和我们的CD图纸 有一个90度的夹角 那么我们直接在旋转角度当中 设置90度的旋转 这个场地就正过来了 然后其他的位置呢 我们可以设置场地中心点 坐标 也可以设置这个场地的大小 主面积的长宽 总面积的长和宽 这些数值都可以进行设置 添加完这个足球场之后呢 我们回到设计案当中 我们会发现 足球场添加了 足球场下面还有两个计算的网格 两个计算网格 后面括号里分别是PA和TA 大家可以选择以后看一下 点PA的时候 我们把它放大一下 点TA面积稍大 点PA面积稍小 在这儿 这个面积还是稍有点差别 这个场地我记得当时测量的时候 应该是105乘60 8还是70 哦68 这个场地 面积我们就把它修正过来了 和CED当中的尺寸是一样的 这样 如果大家在做计算的时候 建议大家导入CED图纸之前呢 可以在CED里面先量一下 这个足球场地的尺寸 修改完了之后 我们来接着说 刚才的这个两个计算网格 PA稍小一点 TA稍大一点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在介绍规范的时候 介绍到的主赛区和总赛区 两个部分 主赛区呢 主赛区呢 就是PA 面积稍小 场地当中 划线部分 TA呢 是 主赛区 包括外围的 无障碍区 是TA 在这儿 我们来设置我们需要计算的内容 在计算当中 我们需要计算水平照度和摄像机方向的垂直照度 水平面的高度是 1米 显示 在这儿 我的软件 这个地方是一个乱码 这个实际上是 显示 每一个点 计算出来的照度值 TA呢 也做 相同的设置 一切 2米 是 2米